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免诧异 忙抬头望向蓝旺鸡 问道 感激 感激什么 感激你的陪伴 蓝旺鸡嘴角略微勾了勾 说道 累了吧 先睡觉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嗯 魏无羡应了一声 往旁边一滚 摆了个标准的蓝氏睡姿 闭上眼睛 说道 魏英睡觉了 蓝湛 晚安哟 蓝旺鸡片头看了一眼 尼南般回应 魏英 晚安 万籁俱静 整个云深不知处置于夜鸟悠扬柔和的笑叫 与下重复有节奏的思鸣 虚语 望谢二人先后坠入梦乡 只是睡下没有多久 蓝旺鸡便忽然听到了 房间里 传来嬉嬉琐琐的声音 不禁大惊 盲睁眼扭头一看 就看到房屋正中立着一位 平平平平的白山少女 白姑娘 蓝旺鸡愣了愣 立刻翻身下床 走了两步 驻足 一道 小白盈盈行礼 柔声道 深夜叨扰 还望见谅 蓝旺鸡忙回了一礼 说道 白姑娘有礼 小白道 小白为这几日 小红给二位公子带来的困扰神表歉意 蓝旺鸡道 并无困扰 魏英玩得很尽兴 白姑娘言重了 小白道 二位公子火达 小白感激不尽 特赋予为小公子呼风唤雨之能 聊表心意 蓝旺鸡道 白姑娘不必如此客气 魏英还小 未必能驾驭此神迹 还望白姑娘说回成命 小白道 此法术只能施展一次 说不好很快就能用得上 说吧 言嘴一笑 玄机化作一股清烟 消失不见 白姑娘 蓝旺鸡轻喊了一声 浑身微微一震 猛地睁开了眼 愣神半晌 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原来所谓的小白造访 不过是一场梦而已 真是梦嘛 蓝旺鸡皱眉想了想 扭头望向魏无羡 就看到顺梦中的小东西 突然咧嘴一笑 闭着眼睛小嘴嘟嘟囔囔 疑似说了句 谢谢小红姐姐 蓝旺鸡眉头皱得更深 心道 莫非小红入了魏英的梦 好在魏无羡只嘟囔了一句 便不再声响 很快又安静睡去 蓝旺鸡也就心下稍宽 随即觉得眼皮沉重 不自觉地和夜安睡过去 时值盛夏 一大早便已是艳阳高涨 魏无羡跟着蓝旺鸡做了早课 便嚷嚷着要去找出几般的小伙伴玩耍 蓝旺鸡想着活泼好动的魏无羡 连续当了三天的佛 实在是难能可贵 魏时需要放松放松 也就片刻未曾犹豫便应允下来 说来也瞧 这一日初级班正好放假 小伙伴们相约着到竟是找魏无羡 两路人便在半路上相遇 高兴得你拥我报 随后一拍几合 一行十余人嘻嘻闹闹朝后山而去 后山很广阔 西水 草地 山林 甚至果园 玉米地 应有尽有 是孩子们玩乐的天堂 在孩子王位无羡的号令下 小伙伴们花样玩尽 玩得不亦乐乎 西水里有鱼 那必须得抓 于是小伙伴们一窝蜂地冲进了水里 小半个时辰便轻松收获肥瘦的大鲤鱼十来条 草地里有蟋蟀 那必须得抓 于是小伙伴们各显其能 在草地上腾挪飞扑 不一会儿便抓到了蟋蟀一串串 林子里有枝鸟 抓 玉米地里有玉米 掰 果园里有水果 偷 总而言之一句话 只要能弄到手的 一样也不放过 一个时辰之后 小伙伴们在树林里集合 面对着堆成山的战利品 既高兴又犯愁 这么多东西好是好 但是大多是见不得人的 不能带回去 扔了又可惜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烤了吃呀 魏无羡的烦恼从来不超过三个呼吸 他的英明决策立即得到小伙伴们的热烈响应 小树林的空地上升起了火 起先是一小堆 但是架不住众人石柴火焰高 不一会儿就烧成了一堆熊熊篝火 小伙伴们那个兴奋 烤鱼的烤鱼 烤枝鸟的烤枝鸟 烤玉米的烤玉米 实在没啥烤的了 毛毛虫也可以烤一烤 而其中最起劲的当然是非未无限莫属 他从生活开始就一马当仙 趴在地上对着火苗使劲吹起 好让火望点 结果火一下子窜起来 瞬间就把他的眉毛和刘海给烧没了 吓得小伙伴们对着他的头脸一阵扑打 才不至于烧伤他稚嫩的肌肤 但是眉毛连带睫毛以及刘海全部都没有了 以至于后来他跪在祠堂里 昂首挺胸 红着脖子 千切不承认引发山火的源头 就是他费尽巴拉吹起的那一堆火 将拦起人气的直咆哮 给我拿面镜子来 让他自己好好照照